国立嘉义大学 已经是一所百年的大学 我们非常注重实际的教学 还有研究推广和服务 我们最重视的就是给予 全校师生漂亮的生态环境校园 嘉义大学所担负起的 包括创能 节能 除能 另外一方面 当然就是从所谓的节约能源 净零排放配合国家政策做取 所以我们在102年开始 我们就陆陆续续地 做了光电的一个装置 配合教育部的一个政策 我们在108年至110年照明设备 我们已经更换90%以上的LED灯 我们也更换了104座的智慧路灯 更换了475台的冷气 我们大概可以节电10%左右 在整体的节能效益上 可以提升4.5% 嘉义大学的宴景 光要嘉义 阳明 结果 几身国际 未来期待永续传承 永续加大 创新无限 我们学校就是有建议电力的智慧管理系统 可以监控跟了解我们目前的电的使用情形 透过这个使用情形 我们可以发现电有异常的时候 我们会进行排除 另外我们也有设立一个智慧电表 透过电表可以收集到各个建筑 它的用电的习惯部分 相关这些资料收集之后 我们其实有放在我们的带目上面 让学生跟师生可以了解到 学校的目前的用电的情形 进行一些改善后期的建议 学人叫号 传承创新 敬临减排 有序加大